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你这一念生万白行 这个一念是真空里边生药 有这一念就真的生不出来 但是你要是用意识发一念 啥也生不出来 就是说你现在小一念生不出来 就是忘念 对 忘心忘念 就是说没有力量 你不到真空生妙有的境界 因为所有的世界都有时空 有时空它所有的写下就是有缘起的 所有的缘起都是功德累积起来 就像一砖一码一码一码盖一斗房子 它做一份功德 它的那种功德的那种想实现出来 功德之光实现出来 老师呢 心想事成的那个 心想是属于忘念还是属于 有时候有时候想什么事情 有时候就成了 这个心想事成是贴人的境界 就是说如果说博世界来说 就是贴人本身就是心想事成的 吃啊做啊它就本来就是 但人的心力不够太散嘛 所以不可能心想事成 就定没定力 有定力就如意心想事成 但是对一个成道者 他的念啊 他的念里边 你不要那些光里边 就是说其方极乐世界是光化的 是光化的 不是就像我们这个世界 到光化的一个世界 出现那个每一点 那种光明里边是还带着信息的 就是所以这样呢 那种信息才能让你到那个世界有求 有求接应 就是你一希望那个世界出现什么 那个世界就会出现什么 他们出现的东西 还是因为众生的需求出现 不是阿弥陀佛需要那些东西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讲法 是因为你有那个执着 他才留那个法 佛法没有定法嘛 所以释迦牟尼佛 佛法叫什么都 极乐世界也是一样 包括鸟来说法 水流功德水啊 功德水的流动啊 所以说风吹 书上接个金苹果啊 风吹过来 哗啦哗啦也在那种也在唱歌啊 唱反背啊 所有这些只是因为我们 他往生到那的众生需要 你需要他就出现了 因为那是功德之光 但是你完全了 所有的那个世界 所有的光明 你完全是进入了 释迦牟尼佛的功德的光明普照之下 你等于是阿弥陀佛拿光照着你 你进入了他的光明世界 然后在这里边写些的什么 栏盖啊那些房子啊那些 是因为你需要 包括莲花 他本来就没有动那个念头 要生那些东西的 你需要啥他出现啥 你需要他出现啥 他是空的 他是无念无我的空的 你要他空的就写写出来 心想是出 大家普遍喜欢的 他就在那儿都有 娑婆世界匮乏的物质 他在那儿都有 精子啊 银子啊 琉璃 玛瑙 七宝 因为当年你就是那样供养佛的 拿那些东西 你觉得那是很好 极乐世界劝你走背 处处就是那 那都是你当年供养出来的 那是你供养 在那儿写现出来的 都是功德啊 都是功德写现的 如果大家出来 不会要七宝 那个地方不会有七宝 都是功德啊 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也是大家的功德 他是空的 不像你生个念 他是真空 没有念的 无我的 你说谁生了念 嗯 你们的念 你每一个念 都是一念 都是他的念 你需要的 所有的那个世界 当然他有阅历 他唯一的就是阅历 就呈现他发过阅 说 比如我这个世界 没有三恶道 我这个世界众生 生下来就有 莲花一出生就有五神童 我这个世界是多清净 没有女人 等等等等 这是他 他阅历里面假如有的话 当他这个功德圆满的时候 那个世界就呈现出这些像 嗯 那也叫缘体嘛 那是因为大家心里 不想做女人 你去了 你管他有没有女人 我是长队 你去看那些都长得一样的 连美丑也没有 都长得大家心里不丑嘛 那都长成一样的 都要平等了嘛 但是还是知道 我是否不是你 都说到他兄弟也知道 我是老大 你是老儿 知道 十五个月就说 没有女人 就不去 这边是传统的嘛 我无一切行 何用一切法 是啊 都是破你执着的嘛 你没执着就没法 一切大地平成 一切一切邪 歇着了 就是你折他这一法 释迦牟尼伯讲了四十九年 历史 你又没有一切行 释迦牟尼伯早就歇着去 早就一直到那间 坐在那儿 啥事也没有 说你要不伸个孽头出来 我给你讲讲 爸爸他都找你 没正式度嘛 你一纠结他就有啥可说了 他要把你那个纠结 一定要弄开 你像要是佛的那个世界 就是要是佛他的愿力 形成的世界 对 嗯 其实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 是啊 就是我通过佛之后 我想用什么愿力 我也可以成一个世界 我们认识的世界 真的去卖转化到一定程度嘛 你最起码去卖到琉璃社 你最起码要跟人家世界相应嘛 你才可能是看到琉璃 就要转化到喉咙啊 这些境界啊 有些卖轮已经开心论啊 有些其论啊 都打开了 你才可能去接触到 极乐流离世界的众生 嗯 他不需要一些 你你 就是说你自己 你要在这里边 把通道打开 你才能进入到 极乐流离世界 你你坐在那的时候 你看到你整个身心就是流离的 你就是个流离体 蓝蓝的 嗯 倒也不一定发蓝 就是流离就是流离 他也有可能是白色的 或者是他没有光 流离是没有色彩的 其实 他发蓝 他是反光 他反其他颜色的光 流离其实是 是一个空明的状态 就是没有 没有颜色的流离 但是流离光嘛 他就也就是 比喻那种透明 吸静 透明 通透的那种 就是没有一直砸着那种清净 干净 就深情的光 会转化到那个程度 嗯 你不能说它放光 你也不能说它是什么颜色 但是它就是很晶莹气透的 嗯 那种光 境界就是有你心有手血相 你生生世世的因缘 你走的 走的路不同吧 风景可能也不一样 嗯 比如说你从印度教走 最终可能你 后来又学了佛教了 最终还是从释迦牟尼佛角度解脱 但是你的求生境界 可能会出现印度教的神啊 境界啊 那可能这些境界神啊 可能出现这些东西 但是 但是 其他一个 直接从佛教走的人 可能就不会 嗯 就就没有那些印度教的神了 他就会讲说 我里边碰到了哪个哪个 我经历过哪个呢 你说你就没有 还有你在这个世界 比如说你修到 有人修到一定正量的时候 有我们这个维度 呃 甚至是我们我们这个世界 它是以星座 一星座有些东西 星星啊 互相影响这种 就是说 很多世界啊 其实不是就像一定要像三千年那样 有些世界是在变的 世界的位置啊什么 也是在变的 在宇宙里边 你如果以一个人来修 那始终是以一个人为 作为基点 那因为我们站在人间嘛 那就以人来说话的话 那么所有的维度 你就以人来做基点 它是随着星座的变化 你的修道历程也会不同 比如说 比如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唐朝来 我假如从一开始 二十岁修到 修到四十岁 我经历的生命历程是完全不同的 但我如果是现在来 如果从二十岁修到四十岁 我经历的修正历程又完全不同 但是同样是一个修道历程 但是同样是假如说一个人 投胎到俩次 那两个修道历程如果记录下来 是遇到的境界 所有的修道方法可能都不一样 境界也不同 体验也不同 圆不同 就是 心里的不一样 也不是 就是圆 碰到的圆起不同 就是 与众生有关 与老师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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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与更多 我俩是有约的 举例 举例说明 我们俩是有约的 但是因为唐朝特殊的 特殊的那个时空 出生在国外 那我们就没有相遇 但是 这个时空我们就相遇了 可能会发生一些 desapropri 关系啊或者是什么 那就是因为遇到的人不同 所有你企业经历完全不一样 我这也是听说过 比如真的要现在走了 在西方结论世界了 他这边是莲花街走 天空呢 这边是很多的白莲花 这种就能不能这样 我这是听说的 真有 如果有能力的人可以看这样 还有时候那个特强也会写下 是真的 是真的 他会有 不是 他那种光 有时候佛部长 那种光来临的时候 他其实只有一朵莲花或者什么 他会反光出来 就很大一片花海 有时候会有这种状态 就是那种光相反 就是反光出来 有的人是看见的 是能看见的 没有休息的人可以看到的 没有休息的人也可以看见的 有时候是正好那一刻 那个光的草特墙 最好有的人就看见了 或者有的人比较亲近 他没有休息 但是他很亲近 他突然在那一刻也看见了 或者是一些特殊缘缝吧 也可能就很多音缘吧 但是有时候 佛部长介意 在每一个维度 他是真实的 是有莲花出现的 那不代表他无道 代表什么 不代表他无道 那一点关系 一点关系 只能说明他有天野通的能力 因为我们都做过天人 走的这个人 走的这个人 能代表如果是出现莲花 出现香气 出现享有 一般能代表 他基本上能代表 他往生 代不代表他成道 就是说他受到接引了 受到接引了 没什么接引 基本上是 这样的人也是比较少 也很多吧 也还有吧 有 我觉得只要他一心也小去 然后又念 关系菩萨卡 阿弥陀佛名号 如果就是散报比较多 就是没做那么多邪恶的事 功德散报还可以的话 一般都会受接引 但是有时候是供业太重 也会受影响 就是大家的供业太重了 实在 太差点 太差的时候 那个黑暗 就导致你在 精神院里边 很容易出现一些 就狂风暴雨 这就是业重了 你就很容易被影响 受影响 就是沉门失火 阳机迟疑 就是说那个供业 已经达到一周 就像可能要把你所有的人 就是说那种供业已经上 让你感觉到 晒道已经开始消失 慢慢晒恶道要呈现出来似的 那种状态 供业太重了 那个时候 人的心 所有人的心 你看上去全是冰冷的 就是说你的心里边没阳光 所有的心里边全是负面信息 全是冰冷的 麻木的 要么是麻木的 要么是冷冷的 就是爱也是冷冷的爱 就是然后温暖不起来 那个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境界吗 如果所有的人出现冰冷的心灵 海冰地狱的境界 这个世界就要呈现地狱景象了 就是海冰地狱就来临 海冰地狱来临是什么 没有阳光 你看不见阳光了 就是说 些是在内在看不见阳光 慢慢外在你也快看不见了 所以 2012年有麻雅预言说 太阳会消失啊什么 其实说3000年 就是说那个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们众生的心 已经到了那个跌峰了 就是 全是那种冷冷的 麻木的 就是那样 现在雾霾算不算后期影响 雾霾也算 还算没有完全亲近 但是人们在渴求阳光温暖 开始正向思维了 所有的负面的开始 大家自动的在内心就开始 负面的清理 然后最小 以前是相信负面的 如果说你正向的 大家都觉得这么看 你觉得这不可能 你催吧 但现在就相信 大家在努力往这边叫 就是别人说这正向的时候 大家会说加油加油 能给他鼓劲了 就是他不会就反过来看 就是觉得你催 他会觉得 你是这样是努力的 我也在这样努力 就有那种想解脱的那种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 就是正向的 正向就算是冬天 刚刚过去也还在 但是毕竟阳光降临 太阳 就是说那种光 已经还冷还在 寒流还有嘛 寒流也有 雾霉还存在 所有的一切 大家内心深处 跟雾霉差不多 有阳光了 但是里边沉够太重 就是阳光刚刚洒进来 你看现在大家的心态 大不是雾霉的 我告诉你 因为阳光刚刚洒进来 但是吸气欲望太重 沉够一下子不能清理 整个外界跟人们的内心 是一样的 人们毕竟虽然说 一切都过去了 但我们毕竟要为自己 所做的一切事 去承担因果 我们还是要 受一点果报的 人们会在饮食 饮水 传染病 或者在某些地震 瘟疫 这些还要 毕竟还有一些果报在哪 不是说每个人 大的 大的 大的结束过去了 就是说这个世界 地球没有毁灭 没有进入海壁 海壁地域是 所有的一切 全部进入海壁地域 不是你死了 地球毁灭 不是说你就消失了 是你进入海壁地域 不出来了 缺在地域 封在地域里 整个大地球 一片冰封 确实 大家全部 所有的生命 全部封在海壁地域里 不能解脱 也不是你死掉 死不掉的 不知道过多少节 当我们醒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过了一晚上 其实多少节 所以就在宇宙里边 又过去了 只是整体不懂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还没说过去 我还没说过去 我们要不要 带你去 封门 因为 什么 没有人 就进入海壁地域 我们要逼越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